最近大家是不是一听到《本草纲目》就想跳操呢? 其实这首歌用来练习唱歌的气息也是很有效的哦 歌曲前面说唱的部分都可以用丝音进行练习 到了副歌转为打嘟嘟进行练习 好 同学们呢 跟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吐气的动作 两脚与肩同宽 左手放肋骨中间 右手放腹部 在吐气的时候发 注意这个地方是折叠进去的 要快速地去做这个动作哦 准备一 二 三 四 准备一 二 三 起 打嘟嘟准备好啦 这两个气息练习每天花五分钟练练就可以激活你的唱歌呼吸肌肉群锻炼你的气息 首先 丝音怎么发 第一步 每一次吸气用口鼻一起吸 或者只用鼻子吸 不可以只用嘴巴吸气 因为嘴巴吸气不够深 第二 吸完气嘴巴微微张开 牙齿轻轻咬合发丝音 均匀吐气声音不要抖 第三 在吐气那一刻腹部内收 轻轻下蹲借力 让气护得更干净 打嘟嘟怎么去练习呢 第一 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两颊 利用呼气的力量让唇部颤动起来 第二 嘟嘟跟歌曲旋律应高一致 不要跑掉 声音要连贯 不要出现断断续续 那么这首歌呢 它的节奏非常的快 如果你喜欢唱快歌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练气方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行气息练习 一定要收藏老师的视频 然后把老师说的每一个动作都做标准 这样才不会受伤哦 这里是So Ian课堂 我是蓝老师